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周六下午三点十分 主持一档残疾人的广播节目 叫做风雨人生 其实说到对原艺术的热爱 源于小时候的广播情节 因为小时候视力就不大好 然后我外婆她是个广播迷 因为老人家不识字 也没文化 就靠听广播 然后我也就跟着听广播 听评书 原过程 浏览方 是吧 讲的三国演义 岳飞传 杨家将等等 听到那个入迷 当时就觉得很神奇 小小的收音机里头 能传出那么美妙动听的声音 这个微妙微笑的声音 当时在心里边就觉得 在广播里头说话 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可能就有一种广播情节 我进盲校的时候是1984年 刚刚十岁嘛 所以去盲校嘛 必然要学习盲文 是吧 就是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东西 所有的字啊 都在六点里头变化 是吧 所以它很神奇 它是以拼音的形式出现的 学习最初呢 还是有点麻烦 因为没找到感觉 对吧 主要是靠这个食指嘛 右手的食指来触摸 是吧 然后最初没什么感觉 老师呢 非常耐心啊 手把手的教 包括写字 你看我们写字啊 是用这样的一个工具啊 这样的一块板啊 字板 我们把它称之为字板 然后把纸夹在这个当中 然后用这个笔在里头 你看在这里头写 就有点像 这个老百姓说的那种锥子啊 是吧 你看它这个都是很规则的 呃 每一排28格 一共是四排 啊 写字 盲文写字板 那么 老师也是手把手的教啊 写的时候 从右到左啊 那么写完以后 把它翻过来 就从左到右了 之前 94年到04年 这十年间 我是大量的摸了很多这个盲文书籍啊 包括到很多很多图书馆去借啊什么的啊 主要是要提高我的这个阅读阅读速度 因为你手摸到了 再反馈到大脑 再到嘴巴上 这个是有有一个过程 一般都比较之后 但是我是喜欢播音主持的一个盲人朋友 我就不能这样 不能说 你摸清楚了 今天是2017年10月30号 有时候可能你手还没有到那个地方 你嘴脑子就到了 嘴就到了 就要达到这种程度 你不然的话 你很难确保它的流畅性 所以说久而久之 它就形成我的一项技能了 甚至是条件反射了 有时候手的还没有到 但是你 你的嘴就到了 但这个还是 首先要取决于你 这对整个这个稿件的熟悉程度 对吧 你事先要备稿嘛 你不备稿 你不可能完全自我发挥 这是不行的 除非是采访 有时候 急性的要提一些问题啊 或者和嘉宾之间 有一些思想上的交流碰撞啊 什么的 一般涉及到新闻呢 涉及到一些 比较严肃的一些 一些一些播报啊 什么的 他还是需要把它先做成盲文稿件 做成盲文稿件 然后再到电台去播出 是这样的 我跟吴俊老师搭档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当中啊 我觉得吴俊老师最让我 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细心 每一次稿件的一些细节 还有包括每周的片花 里面那些音效啊 每周的一些电片什么的 他都会亲自的选过 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主持人 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 另外我觉得吴俊老师 在我工作的这一年当中 我是觉得吴俊老师 他非常的真切的在为残疾朋友服务 因为很多时候 他因为眼睛也不方便 他自己也是一个残疾人 但是为了一些盲人朋友的一些小事 他可以不顾自己的一些时间呢 还有什么呢 然后就一直在奔波在路上 为残疾朋友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 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相当的让我佩服 从我的专业来讲呢 从业务上来讲呢 我自学普通话 苦练了十年 在2004年是一次性通过了国家 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 拿到了一级假等的证书 这是04年 你看你这个 啊 牧羊姑娘放声唱 这儿可以放开 愉快的歌声满天涯 有一句歌词是什么 是牛羊好似珍珠嗓是吧 珍珠的珍是翘舌音 前别韵是吧 东话也一定要把它学地道了 学标准了 不能带任何的方言 特别是在唱歌的时候 你想想 牛羊好似珍珠嗓 你看多难听了是吧 珍珠 珍牛羊好似珍珠嗓 是吧 这样就美得多嘛 是吧 不是很出类拔萃 你就更应该看重这一点 就像我今天说 你正因为残疾了 你才要优秀 你才应该优秀 明天到哪去啊 明天到大一县 大一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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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哈 说清楚啊 大一县 大一县哪个地方啊 大一县 那个那个健康博物馆 你去过没有啊 没有 没有啊 那今天就要辛苦一点 把作业都好好完成了啊 嗯 宇文考得还不错 刚才苏老师跟我说了 跟我分享了 说吴玉卓的宇文 作文很牛哦 只扣了一点五分 是不是啊 所以宇文还发挥得很好 要保持啊 嗯 看到没 嗯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就觉得盲人也好 肢体残疾也好 他只是某一个器官 某一部分不方便而已 他在其他方面 他跟健全朋友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融入社会当中 那么我觉得我自己 也应该有我的一个圈子 呃 有我的一份工作 我觉得我不要太特殊了 凡事都要让 要让别人去帮助你 凡事都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是吧 所以说我能克服的困难 尽量自己克服 比如说每次外出 对吧 熟悉的地方 我一般是自己去 不熟悉的地方 不断的倒公交啊 不断的这个靠自己 不断的询问啊 呃 再结合自己积累起来的一些经验呢 然后一般来讲 都能够这个到达目的地 但是肯定比健全人要艰难一些 知道吧 我就是希望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老百姓 是吧 健全朋友每天上班 我也上班 对吧 不一定 随时都要让别人注意到你 注意到哎呦 你身边有一个盲人 你是不是要搀扶他呀吧 我觉得我还没到那个地步 我就觉得这种感觉 是我追求的 特别舒服 特别惬意 这可能就是我所理解的一种平等 那么当我真正利索不能及的时候 比如我走错路了 比如我坐错公交车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会非常大方的向别人发出求助信号 我也不会觉得我地人一等 是吧 因为没办法 眼睛看不清楚 往往这个时候呢 你大大方方说出了你的求助愿望 别人也不会那么看不起你啊 会说哎呦 你怎么那么恼火 是吧 别人就会给你指指指一下路啊 甚至他搀扶你一把呀 我觉得有时候也真的感受到很多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友爱 这是一直支撑着我把我现在所做的这种 呃 我现在所继续的这样一些事情 不断做下去的一个动力吧 行走于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穿梭于人海 即使茫然的世界里到处都是黑暗 可是在他的世界里充满了光明 通过不断的探路和辩路 一步一个脚逸 脚踏实地的去到每一个地方 完成他自己的电台采访 就是一般采访残疾朋友呢 呃 像杨嘉丽老师这种残疾程度相对严重的 他家又住的比较远的 一般我会想办法去去拜访他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新闻的态度嘛 做节目的态度是吧 不能因为你自己双目失明 你眼睛不好 你就省去了很多环节是吧 但是采访残疾嘉宾呢 呃 我原则上我觉得还是还是要去拜访他们一下 啊 这也是代表我对他们的一种尊重啊 他非常非常之心于他的这下工作 他这个事业吧 比如说他在他观伴电台 经常有 有关残疾的威权方面的这些 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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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卓啊 等等等等这些节目 非常非常多 这是一方面 再一个呢 参见有啥子事 遭到他呢 他也非常非常地热心 更加知 这件事应该怎么怎么办 啊 也就是说从多年的这个教导 大家来看 他给我的意见 他就是一个 很是有声音 帮人事业 也就是说参见事业的这么一个通知 而他自己身体状况 你们也说解 啊 自己也不是很方便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能够能够尽心尽力 来为大家服务 这就是非常非常之不容易的事 在四川省残疾人服务中 成绩先祖 实际突出 贴手于全省残疾人工作 先进个人的称号 四川省残公委 四川省那个 人力志愿和社会保障厅 2017年 残公委 我听得到 我听得到 我摸得到 我能说 能唱 这就是我的优势 我要把这些 我其他方面的一些优势 把它发挥出来 让他能够形成我的专长 让他能够发光发热 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一技之长 做一个残而不费的人 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的孩子是智力 智力残疾 我就跟他说的 你看家吴老师 看不到 人家作为一个盲人 能够那么努力的奋斗 能够 也就对自己 有信心 把自己的也 卡住社会 像他们这种娃娃 只能说 就是老婆有问题 他智力 也就眼睛啊 这些 不得问题 我说应该 向他说 作为他的榜样 向他休息 念一段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这篇散文 好不好 我们谁都知道 自己难免一死 但是这一天的到来 似乎遥遥无期 当然 人们要是健康无恙 谁又会想到他 谁又会整日惦记着他 于是便保持终日 无所事实 有时 我想 要是人们把活着的每一天 都看作是生命的最后一天 该有多好啊 这就更能显示出生命的价值 如果认为岁月还相当的漫长 我们的每一天就不会过得那样有意义 有朝气 我们对生活就不会总是充满热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